洛克斯海贼团已确定的十位成员实力排名 最强生物凯多只能排到第四名吗 第十名 梅斯巴金 顶上战争之后 梅斯巴金带着爱德华威布尔出场 企图抢夺白胡子留下的财宝 马尔科也说过 梅斯巴金与白胡子曾经在一条船上 还强调男女之间的那点是他不好说 算是证明了梅斯巴金与白胡子有一腿 第七到九名 约翰 王植 银辅 三人都是洛克斯的船员 也都是传说级别的海贼 这三人已经全部丧命 在莫利亚的僵尸大军中 约翰船长有过出场 王植和银辅也在其中 第六名 夏琪 雷丽的女伴 洛克斯海贼团覆灭后 夏琪选择金盆洗手做个良民 一直隐藏在香坡地群岛开酒吧 卡普评价夏琪是传说级别的海贼 即便是海军中的老兵与他对战也得小心 第五名 夏洛特林林 唯一的女性四皇 赏金43亿8800万贝利 作为浑浑果实的主人 能随意支配他人灵魂 并能用灵魂创造霍米兹进行战斗 在河之国 林林名正言顺帮助路飞 奏扁凯多的步下步说 被罗和基德打败的时候将火前方带走 救了路飞联盟的所有人 第四名 凯多 世界最强生物 赏金46亿1110万贝利 吃了鱼与果实换兽种青龙形态 能利用风 火 雷制造出天灾级别的招式 凯多手把手传授路飞 把王色缠绕攻击 外加帮路飞打通任多二脉 让人人果实患兽种 尼卡果实觉醒 宋路飞当上了太阳神 第三名 史基 外号金狮子 拥有匹迪罗杰和白胡子的实力 曾在埃特沃尔海战中 差点战胜罗杰海贼团 却败给了幸运女神 脑袋也被开了瓢 罗杰自首后 金狮子独闯马林范多 一人单挑战国和卡普两位强者 战斗持续了五天五夜 金狮子最终战败被关入海底监狱 第二名 爱德华纽盖特 外号白胡子 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 赏金五十一四千六百万贝利 吃了超人戏振振果实 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 白胡子的实力能匹敌罗杰 也是罗杰死后最接近海贼王的人 在马林范多一战 白胡子身受刀伤267处 子弹152法 炮弹46枚 以战力的姿态离开 第一名 洛克斯蒂吉贝克 是罗杰所遇到最强的敌人 罗杰联手卡普才能将洛克斯打败 凯多评价陆飞时 肯定过洛克斯也拥有霸王色缠绕攻击 洛克斯会是上一任暗暗果实的主人吗 欢迎海米留言讨论